周深这段演唱好诀 天字的声音3又回到每周五晚10点才播出 但丝毫不影响歌迷们守候节目的热情 刚刚播出的第五期节目依然给我们带来意犹未尽之感 张绍涵和李珠贤带来的Dance Monkey 如愿拿到了本期的金曲 这也是张绍涵在本季天字的声音中首次喜提金曲 周深 陈红宇这般哭纱 周深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纯净缥缈 低音 高音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有了新的感觉 还有周深的合音始终那么奇妙 风吹来的纱落在悲伤的眼里 唱尽了海渊分别式的桎梏 周深的嗓音空灵如清泉 而陈红宇的歌声唇厚如烈酒 两者相遇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让人一秒回忆起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美好 沙子虽无影踪 但还是想用力握住 一镜美的都要溢出屏幕了 周深与陈红宇合唱的哭纱 本来是一首略带淡淡哀愁的抒情歌 可陈红宇的声线也许真的不太适合与别人合唱 但也会有一些人喜欢他这种具有极强辨识度 且沉厚的男嗓 一首哭纱唱哭了七零后和八零后两代人 感谢周深让我们再次重温这首歌和歌词 周深空灵的嗓音具有穿透灵魂的力量 听了让人忍不住流泪 九十年代是港台流行音乐鼎盛时期 那时候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光耀四射的巨星歌手 还有许多非常经典的歌曲作品 在现在这个嘈杂的时代 沉下心来听听那些怀旧金曲 这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我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腹里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沙 像泪水流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心里 是谁也操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冲我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90年代的哭纱婉转而伤感 歌词也写得非常的棒 让70后80后的印象深刻 奉为金曲 虽然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但至少我们的记忆可以回到作息 一下子被周深那清亮无邪的声音吸引 被歌里展示的思念画面打动 天字的声音作为陈鸿雨的综艺首秀 在表演之前 其实乐评人就很担心陈鸿雨 因为对任何歌手来说 和周深合唱或许都会有压力 毕竟周深的唱功摆在那里 大多数歌手都会被压制 只不过现场版本出来之后 其实就没有这种担心了 周深空灵清澈的嗓音 是那样的纯净缥缈 深情的演唱让我们看到这首歌的灵魂 他曾说 轻取不重要 满意最重要 每一次都让人感动 周深和陈鸿雨的合作 就像老师说 周深在趁着他去给他唱和音 周深这种对音乐的尊重 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曲 两人一高一低 把整首歌的意境都表达了出来 周深不愧是为最强辅助 是的 其实乐评人道出了实情 很多人只觉得周深的唱功强大 但是从未想过 周深在和别人合唱的时候 很明确地表现出自己想要做什么 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让别人觉得周深是一个人在唱 而是两人都有着配合 就拿这首枯杀来说 独唱部分自然就不提了 合唱部分 周深和声 基本都是弱唱的 让陈鸿雨的声音一直在前面 周深的声音则是环绕其策 包裹着推出来的感觉 其实这个能力并不是第一次展现了 比如周深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 和李克勤一同组成的组合 情深深 当时的情况 周深和李克勤的嗓音 其实就和如今周深和陈鸿雨是类似的 当时的李克勤演唱的音域 基本都在中音区 周深则负责加花 同时想办法让整首歌曲 氛围感更好 也是因为周深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 所以最终情深深组合才能成为金曲拍档 听了这样一首怀旧伤感的歌 你的记忆是否飞回到了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呢 还有哪些经典的音乐让你难以忘怀呢 感谢观看